中華民國海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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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心情不好 對 艦上跳 男子全身濕透 身為海軍士兵 竟從軍艦跳海 一路游回岸上 不是要艦上跳下 那你通知你部隊的沒有 不知道被護的電話 你海軍那你不知道 你對護的電話 語氣虛弱 竟不是為了保駕衛國 而是逃兵跳海 優道沒力 連警銷都無奈 連忙將人送醫 身體哪裡不舒服 過海多久 知道嗎 10點出海 10點都跳 事發16號晚上10點多 海軍鳴船艦從基隆港出海 這名24歲歐姓士兵 疑似扛不住壓力 趁機從甲板上跳海 遊樂大約3個小時 到和平島公園 直到1點50分上岸 向台船公司保全求救 警方協助送往 三軍總醫院救治 並通報艦隊 阿兵哥不當兵 把力氣用在游泳逃兵 但國軍離譜事件不止這樣 民宅內怎麼經濟一大顆水雷未爆彈 現場緊急拉起封鎖線 新北盧州一名44歲曾姓男子 趁著假日打掃老家 沒想到在拆除舊樓梯時 發現一顆疑似水雷物品 嚇到立刻報警 警銷及陸軍未爆彈小組前往現場 經濟事後確認該物品為軍方 要兩棟公里破砲照明彈空彈體 六軍團表示彈體秀石 佔無為安疑慮 但未爆彈好端端 怎麼會出現在民宅 阿兵哥又出紕漏嗎 雖然這彈體沒有爆 但已經讓民眾怕爆 記者楊中山菲亞橋綜合報導